1953年鼠蛇人福照将至,天有玉事,这些迹象的出现是命中注定的好报,鼠蛇命的人,基本上都是大富大贵者居多,鼠蛇的朋友忙忙碌碌了大半辈子,也还是该到了享福的时候了,经过多年的千锤百炼,生肖蛇的人在50岁之后,终于到了他们收获的季节,能够晚年享福。 事业迅速迎头赶上,有一大笔客观的财富去环游世界,后半生过得很悠闲滋润,鼠蛇命的人晚年吃喝玩乐,少灾少病,能顺利地过完下半辈子。 所以,年轻的鼠蛇的朋友们,虽然年轻的时候很辛苦,但鼠蛇命的人,甜头都在后头呢。 鼠蛇人进入2024年与太岁三合,这意味着的贵人相助,再加之又有多颗吉星同时入命,预示着鼠蛇人今年底开始,一直到明年底,这一整年的运势将气冠长红,一路顺畅。 不过在春风得意之时,切勿忘了两大雄星,也在鼠蛇人一旁虎视眈眈,尤其是2024下半年要多加警惕,要防范被小人利用,借机谋取你的利益。 此外,鼠蛇人今年并未受到半科与桃花有关联的吉星影响,感情运势较为一般,会花费更多的精力投放于事业工作上。 建议鼠蛇命的人应虔诚供奉或佩戴本命佛普贤菩萨,普贤菩萨是鼠蛇人的终生守护佛,与鼠蛇人此常感应能力最强,能护佑鼠蛇人灾血远离,延年易受并有意外收获,虔诚佩戴可获得菩萨加持,远离小人万事如意。 有时,花花小钱来恭请菩萨保佑也是很不错的,因为运气这东西真是说不准,一时这样一时那样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。 鼠蛇命的人少做有损福报、运气的事情,有时凶行的影响只是没有那么快显现而已。 鼠蛇命的人记得,多做好事可以改善运程,也可以弥补流年极星不强的缺失,驱散你周身的负能量,让你运气慢慢恢复,变得好起来。 也可以帮助你扬长臂短,吸人卖招裁员,鼠蛇命的人一生谨慎的性格,可以让你生活顺利,身体健康。 鼠蛇命的人要记得你的事业运,官场运势,有时只是一时的,只要鼠蛇命的人耐住性子, 一直努力地做,慢慢地职位将会步步高升,当鼠蛇人年纪越大,做事会越来越顺心,运气越好,钱财也会越来越多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地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文语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,王孙甲问曰,与其媚于傲,宁媚于躁,何谓也? 此语,不然,获罪于天,无所导也。 王孙甲问孔子,与其羡媚于屋内西南角,主宰生死的神,不如羡媚于掌管衣食住行的躁神,这话是什么意思呢? 孔子说,不对,如果你得罪了老天,那你无论怎么祈祷,都是毫无作用的。 人活于世,有些事是不能做的,比如说违反天意,得罪老天。 人,一旦狂妄至极,少了谦卑之心,那老天就会收回他所拥有的一切。 曾世强教授说过,提出了一个观点,人要做事,艰难困苦,老天做事,轻松愉快。 如果普通人总怀着敬畏之心,安分守己来做人,那老天也不会辜负他,反而会给他助力,让他在安稳的生活当中越过越幸福。 有些事业,不是人自己刻意完成的,需要老天来搭把手。 有些平淡安宁的日子,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拥有的,那是老天的恩赐。 命带福泽,天必保佑。 这些福照会来到你的身边,那是上天对你最好的安排。 一,凡事,顺利过关。 民间有一句俗话,车到山前必有路,传道桥头自然之。 好命的人,他会在困难面前顺利过关,就跟车开到山前,遇到出路一般,原以为山崇水负已无路,谁知道柳暗花明又一寸。 有很多顺利的事,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,而是老天的帮忙。 在一场考试当中,明明排第三的他,为什么排到了第一? 因为老天让第一名和第二名遇到了问题,无法考试,那他就从第三名变成第一名了。 在一次意外当中,明明身处险境的他,为什么能够大难不死? 因为上天有好生之德,知道他命不该绝,便救了他一次。 那他,自然就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了。 遇到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,都不要胡思乱想,也不要过分焦虑,默默地努力,顺其自然的生活,相信出路很快就会出现。 二,日子,不富,也不穷,刚刚好。 日子,到底是大富大贵比较好呢?还是贫穷比较好呢? 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大富大贵的生活,而不会选择贫穷的人生。 其实,大富大贵到了极致,那不是什么好事。 贫穷也不会让人幸福。 既然大富大贵不好,贫穷也不好,那什么样的生活最好呢? 那就是不富也不穷的安稳生活最好。 人一旦大富大贵,容易惹来别人的关注,从而在无形当中树敌,生活的矛盾和是非也会越来越多。 所谓钱多足可杀身就是这个道理。 不穷也不富的生活,才适合每一个普通人。 试想,有房住,有饭吃,有床睡,还有够用的钱财,以及和谐的家庭,那不就是最美人间四月天了吗? 刚刚好的人生,才是最幸福的。 走极端,终究会让人痛苦。 适可而止,才是事件的真相。 三,身边多君子,而少烂人。 有福之人,身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贵人。 有的贵人来帮助他做事业,有的贵人来给予他温暖的感情,有的贵人陪伴他一辈子,而无福之人身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烂人。 不是这里遇到了酒楼朋友,就是那里遇到了狐朋狗友,反正全都不是好人,那他们也就走下坡路了。 为什么有福之人和无福之人,他们所拥有的人脉都不一样呢? 对此,南淮锦大师认为,老天给每个人的磁场都是有差别的。 有福之人的磁场,一般都温柔且有正气,那他们就只会跟君子往来。 而无福之人的磁场,多半因冷且狠辣,那他们就会吸引那些满肚子诡计的小人。 所谓尽诛者赤,尽默者黑。 自己是什么人,就会靠近什么人,最后被什么人所影响。 这,就是人脉劝的真相。 为人多修心,日常多修德,也许我们的身边才会多君子而少烂人。 四,人间烟火味,最腐烦人心。 越是有所经历,越是喜欢这么一个词,人间烟火味。 我们身处于红尘俗世当中,自然就只能感受着人间烟火的气息。 这种气息,虽然平凡,虽然世俗,但它让人感觉到内心暖暖的。 比如一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吃饭,都在饭桌上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。 如此时刻,就是家庭当中最温暖的时光。 比如闲来无事的时候,就一家人做饭,或者搞搞卫生,虽然累了一点,但还是很有意义的。 至少,一家人在一起,比什么都重要。 生活,不完全是钱财名利,也不完全是事业打拼,还有平平淡淡的小日子,还有温暖舒心的小时光。 这种温暖,会让历经半生的人格外珍惜。 往后余生,做个活在当下,平淡度日的人。 也许,平常的小日子会更有滋味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